我是兰德俊 新加坡国家队的副队长和主席 我小时候溜冰到一半 然后有一个前辈就问我要不要打冰山去棍球 他还借我全部的装备 自从我打了冰山去棍球 我就一直就打下去了 我们有这个头盔 Shider pads lists结构 swimming shoulders 牛鞋 装żee 剪手套 我们选择在半夜练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消费 第一一定是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也是曾经问过队友大多数的人 他们星期, 五晚上都可以出来比赛 可以出来训练 但是只剩能牺牲一些睡眠 跟星期六早上跟家里人的互动时间 我16、17岁开始溜冰 然后19、20开始打冰球 我打了冰球才认识到我老婆 才结婚才生孩子 所以我老婆就自从认识我就已经知道我热爱冰球 我老婆那么支持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曾经也是国家队的羽毛手代表队 曾经也是拿过CGames的团牌 所以这一次我也很想work hard towards那个parget 她就很支持我 新加坡大约有200个球员在打球吧 真的很遗憾的就是只有四分之一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打球来来去去也不少 他们来来去去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家里人的意见 第二是工作的时间 第三是我们练球跟打球的时候都是深夜 第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打球的费量很贵 打一场球一个小时吧 就差不多你要新比30-40 在2017年的CGames 我们在Bronze Metal Game 秀给马来西亚8-2 引不到任何的整排 但是今年的2019年的3月 Challenge Card Asia 在一样的Bronze Metal Game 我们又遇到了马来西亚 这一次我们胜4比0 暂时现在在东南亚 首一首二的是泰国跟菲律宾 我们跟马来西亚就在第三第四年 平常很需要你的应变能力要很强 然后它的速度很快 前攻跟后方的防守到防守 只需要5秒钟 然后它也是很比较 就是说 It's a team sport 就是每个人一定要work together 每一场球赛是60分钟的stop time 然后分成三段 一段是20分钟 在这三段的中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 一个总球队会有18个player跟2个gole 开球之前就会有5个player跟一个gole上场 最基本的fundamental就是 你的六兵技巧要很好 比如说你的刹车要很厉害 这样如果遇到会相撞的情况 你就能刹车 虽然撞到是难避免 但是也不会很大的问题 就因为我们全部都有装刃装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